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美门官方频道的功夫主厨到你家 让你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素食的好料理 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主厨 他是我从小就看到大的一个主厨 我当初大概18年前来到场学习的时候 他大概只有小学三四年级 看起来瘦瘦弱弱的 而且还带有一点点身体的状况来练功 我先介绍他出来 让他自己来好好讲一讲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功夫主厨 黄运虫师姐 大家好 我叫运虫 我来道场练功已经18年了 跟我差不多 因为他也是我们同期 甚至比我还要资深的师姐 我记得运虫在来道场学习 是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你要不要先自己讲一下 大概五岁的时候就是有气喘 应该是我出生就有气喘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也很严重 然后就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 就看到师傅的书 然后就想说没有试过练功 那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因缘机会我们就到台中的道场去练功 当初我记得他妈妈是护理长 现在也是我们的师姐 我们颈逢师姐就说 我当初医生就判定她是先天性气喘 甚至活不到四五岁 家长都是医护人员 但是也都知道说气喘用到后来 就是肋骨唇他们也不太敢用 任何偏方什么都是 就是希望说救救这位小女儿 无意之间翻到师傅的书才想说 那就来练练看 没想到一练练到现在 现在已经活到24岁了 好 那运从今天要跟我们介绍什么菜色呢 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是番茄豆包 好今天做的番茄豆包 会用哪些食材呢 我们今天会用的是黑式番茄 还有我们的飞鸡改生豆包 还有嫩酱 对 那这个番茄就是我们通常会 切的比较小 大概是 1.5公分 哇 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几集的主厨 都会跟你讲出它要几公分 那当然其实这也是师傅 李丰山师傅一直很强调的东西 就是东西要手透软 然后还要有刀工跟火候 把它切成一口大小 到时候煮的时候容易透软 我们今天大概是做了三人份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我们会用到至少三颗 对 好 再来生豆包 好 生豆包切大概也是1.5公分 中间先切一刀 好 然后接下来要切的是嫩姜 嫩姜 对 嫩姜切丝 切丝再切断 有时候看这种高手快手在切东西的时候 是感觉非常疗愈的 巴不得你多切一整颗 一整片之类的 嗯 然后就切断 还要再切断 对 再让它等一下 比较好入口 比较大小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哦 也要跟豆包一样大小 对 好的 接下来要先热锅 好 热锅然后热油 先炒番茄 热锅热油之后再炒番茄 对 呃通常我们炒番茄的油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嗯 待会就是要炒到番茄变软了 然后它会汁汁都出来了 然后再加我们的嫩姜跟酱油 哦 好 所以番茄跟嫩姜跟酱油是一起炒的 豆包是什么时候呢 豆包是分开 就是番茄炒完之后我们再炒豆包 哦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要分开炒对不对 对 因为豆包如果不不先炒过的话 它会有个生的味道 嗯 对然后你跟着番茄炒它会比较不容易透 哦 番茄的茄红素是油溶性脂溶性的 所以你一定要带点油下去炒 才能够把它的茄红素带出来 刚问到我们运总师姐是来餐厅已经学了5年 那当初是怎么会来餐厅学习 因为那个时候不喜欢念书 然后比较不听话 就是就高中念到高二就休学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在餐厅里面就是 跟着大人的作息一整天 就是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这样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很长时间都待在餐厅里面 嗯 因为跟着大人一起做事就会比较乖一点 哈哈 有一个人在旁边随时拿着菜道说不乖 没有啦 师傅让我在餐厅里面学习 学了另外一个一技之长 就自己要好好把握 所以那时候在餐厅里面就是告诉自己说 就是别的师兄师爷怎么教你就是要听 然后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会学得比较快 因为一开始的那种心态就是要正确啦 你这样学东西才会学到东西 对全然的听话学习到最多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刚刚讲说 番茄跟姜丝一起炒吗 对现在就可以下 哦 那是要看到番茄什么程度 它就是已经变软软的这样子 对然后就 姜丝就可以 酱油加大概一匙 一匙好 对 这菜要煮到透跟软之外 它的味道原始本味才会出来之外 变成它很好吸收 很好消化 稍微咀嚼一下 就可以被人体吸收下去了 差不多要起来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炒豆包了 要多少油呢 可以三匙 三匙 然后豆包就可以馅 那像刚刚讲的就是 豆包要炒到它没有生味吗 呃 通常就是它都热了 它基本上就是 已经是差不多了 那我们会再加一点水 让它煮得更透一点 好 对 你可以看到它有点像跳跳 有好像也被收干的感觉 水就慢慢加 水量一次不要太多 你就是水加下去 然后让它煮 然后等到它收干你再加一点 加到它都软软的 就是快化掉的那个样子 收完再加一点 收完再加一点 为什么不是一次把它加到一个程度 让它一次收干就好 因为你有可能会加太多 等到你都收干它就已经糊掉了 再加一次水 再加一点 对 像加到炒蛋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加到像这样 我们就不用再加水 就让它再煮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下番茄 对 就可以下番茄 谢谢 就把它们稍微的拌匀 加点盐巴 加多少 看你的咸度是多少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加过酱油了 嗯 所以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 就是它下去之后大概 炒个一两分钟吧 嗯 就是让它们两个 就是混合均匀一点 然后也让番茄的味道烧到豆包里面去 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 好 这样子 OK 这样子是什么感觉 这样子已经好了 哈哈 好了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感觉是什么 好 来 豆包 番茄都已经软软 入口即化的感觉 然后 加一点香菜 好 通常我们讲说 夏天养心 养心的时候可以多吃点什么食物 红色的食物 所以这时候多吃点番茄 补充你的奇红素 甚至很流行的 大家现在如果要防疫养生健康 你的血氧量要够的话 就是靠番茄这一招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眉门官方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们各式各样的 评刷讲座 或者是我们工夫组组的节目 到时候请请收看 谢谢大家 你们吃点 太好吃了 不咖的话会一直讲得到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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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